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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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圆十年 它不是一个人潮汹涌的咖啡馆 装住自己做的事情 没有食物 好好的煮一杯咖啡 好像努力就真的是可以做到那个不可能的事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们就决定从一棵树开始去探索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从树到一杯咖啡中间有很多的过程 其中一个就是 把豆子从生豆炒成熟豆 后来我们自己开始要研发 属于自己的味道的时候 就开始用铁锅熟炒 炒了八年过后 我们也开始觉得自己体力不支 就开始想要找烘焙机 在寻找烘焙机的过程 我们才察觉 原来我们自己手炒的过程 已经不自觉地整理出了一套 自己炒咖啡的观念 那炒咖啡的观念就是 火候的细致度 去造成了咖啡的口味的多层次跟多变化 这个本来是很臭相的东西 结果在寻寻觅觅过后 竟然找到了一个方式 可以把这个臭相的东西具体化成一个 它可以用一个软件 操控这个炒咖啡的机器 然后后来就可以复制 然后可以一直不停地把同样的味道 用同样的机器所制造出来 来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兴奋的 因为其实咖啡它是一个生命 在不同的国家 再种它有不同的土壤条件 它就会造就不同的味道 这样如果我们以前手炒的时候 因为是一个铁锅开放式的 所以它因为没有紧密的空间 它很多的香气在分秒之间变化 我们就抓不到 可是当我们放它在一个封闭的锅炉的时候 它在变化的时候很活泼 我们就可以在秒之间 把咖啡不同的味道抓出来 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真的是很兴奋 然后就开始重新来思考 到底我自己做精品咖啡 然后我自己从小喝的南洋咖啡 这两者之间 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完整的结合 因为其实不管你怎么喜欢喝精品咖啡 热肠 你总会想要喝一杯 我们从小都喝的南洋咖啡 那因为之前做记者的关系 不停地去采访非常多的咖啡厂 都看到了老前辈们很辛苦的 用柴火也好 用柴油也好 都用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些方法 把咖啡做好 可是他们就是他们 他们就是那个做咖啡的人 他们如何把这个做法 传承下给他们的年轻的下一代 他们到现在也是没有这个管道 我在整个思考内容 我就开始想 我这个小小的烘焙机 可能是另外一个出路 可以让他们留下他们自己最喜欢的味道 这样走到今天 其实我觉得做咖啡对我而言 它已经不是生存 它更大的是 我到底可不可以做一件 比我生命还长的事 就算有一天良文心会消失 可是某一些咖啡的味道 是不是因为我在经营咖啡的这二十年 做过的一些努力 它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当你有这样的追求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再只是自己的一间店了 你更想的是 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你更能够去扩大 让大家的问题 都因为这个小小的概念 理念 得到解决 那好 未来二十年 我希望的是 把南洋咖啡所有的老头手们 坚持的味道留下来 然后让精品咖啡的精神 跟他们的南洋咖啡的精神 融合为一 公司打开 唇天下 未来 解决 咗啡的 脂 关 谢谢大家